九局上敗 統一師隊最後的反攻機會 他們要面對到1比5 4分的差距 這個時候富汗將是再度換頭 原本一度被移到先發出賽的富蘭歌 回到了後半段的局數 而且現在要負責關門 洋將劉恩仁選 其實如果球技開始大家都會想說羅利明要變本土選手 但是沒有辦法如願 但先看到場上郭富林這一棒直接打在了左半邊 而且球落地後往後滾到的缺打牆邊 九局上敗 無人出局的情況下郭富林 常打攻在上的得點圈 掌握到一個獅頭球 今天反倒是富蘭歌上來兩顆球 沒有好球兩壞球 今天邀宇翔有一直安打 這個球打在一二壘之間 接到球之後財溫腳步傳向一壘抓到出局數 因為打得強健喔 劉駿好不急著傳球 真的是會打斷球隊原本的安排 林靖凱 又外面的反彈球 碰了一下之後沒有辦法接近手套裡頭 所以三類上的郭富林懷得分 打擊的林靖凱也上到一壘 確實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能夠接起來就是美技了 對 怎麼樣把這顆球也傳出來 因為剛剛看起來只能夠反手來籃了 怎麼樣做轉手的傳球就變得很重要 對 不過當然球沒有接近手套的話 一切就不用講了 排解凱 今年在攻擊部分呢 其實攪出了接近三成的打擊率 賽前還有兩成九三的水準 我剛剛是不是場上有投手犯規的判決出現 應該判的可能就是有點突襲投球是不是 從第一時間來看的話 沒有完全的停頓下來之後就投球出手 所以一壘省這邊其實很快就比出手勢了 剛剛這球當然是 不能記好球 是對今天啟用的第三位代打的球員 吹到了外側 來到了一五七 但沒有進到好球袋 所以潘傑凱是獲得四外球保送 那這樣子 對於直球的狀況不是那麼信心喔 這一球出手打在了右半邊 右揭手 最後碰了一下 結果球是往後漏掉 這下子聯賽的兩位跑者 德爾吉要回來得分了 林傑凱是率先回來 永遠在一壘上的潘傑凱 這個時候 看看有沒有機會回來得分 停戰了三壘喔 打擊了施冠宇則是上到二壘 比數也變成了3比5 這顆球 再看一次喔 打得蠻紮實沒錯 但是王正濤一開始選擇往前進 對於這個飛球距離的判斷 發生了差錯 因為這顆球畢竟是打在阿達里上面 飛行的距離來講的話 要比他想像更遠了一些 1 2 3 3 4 這球打進場的一二壘之間 接到球之後 考驗的劉俊豪沒有問題 4傳3的刺殺 比賽結束 球是成 沒有辦法在兩出局後 繼續為球隊建功 所以也使得這個半局失敗的攻勢 最終是留下了2 3壘的殘壘 雖然追了2分回來 但比賽結果然是由副方案將 5比3拿下勝利 也寫下了近期對戰統一的七連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楊楊 看完影片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記得幫我點一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 最新的影片囉